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雪妍 今天我们换一种视角,以一个解说的视角来看一下这几局比较精彩的对局 这也是我选出来天梯里面的一些对局啊,当时是直播里面打的 所以我们再重新来看一看,重新来复盘一下 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上分还是在用这个德鲁伊啊,雪士德 我个人认为雪士德的这个上限还是挺高的,而且它启动真的比较快 两分这里呢,我是选择开了一个月光 这里我其实纠结了蛮久,倒是拿铜须还是拿拆分 所以我最终选择拿的是一个铜须 因为对面是一个打脸法,所以我想跟对面比的是一个启动速度 因为毕竟啊,对面打了个酒费以后啊,那个大大挂了以后 万一有点罚犯异议,我也不太好受 但这里这局手牌其实比较卡手,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连一个2-3的这个厕所都解不掉 所以这局其实是比较卡的 找一个骷髅,那这找骷髅这个东西呢 其实问题也没有特别大 我现在这个关键点在于我无法解掉这个2-3 但是你记住啊,这个场面你费用是一定要跳的 作为一个德鲁伊来说,有费用就是有一切 你不能因为忌惮这个卡费就一直在那里变脸 这是更加不行的 对面也是毫不含糊啊,各种这样出窟窿来压我的血线 这里的话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个人认为呢 滋养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滋养可以直接是跳2费 关键点是我觉得它可能要打6-37的 那么我不能给它换一张2费大大,换6费我也只能勉强接受了 反正手牌还是要稍微的疼一下的 这边打6-37了,换了我一张滋养,那么它手里面是有一个6费的龙 因为它换的我这个牌是一个10费,那么它没有个大大,这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消息 但这里我手牌确实太卡了,完全没有像鳞片这种结场,也只能打股夫了 鉴于我找了一个铜虚,所以这里我选择的是一个铜虚股夫的打法 因为第一我能直接跳两费,第二呢我是能过两张牌 我着急过牌也是在于我想去过团本和过鳞片 因为过一张牌可能不太来得及了,但是我还是没有过到 这局我一张解牌都没有过到 我这个购注里面是带了一个伊费4-4突袭的,但是没有抽到 龙的质量是有点高有点烦,但是你注意到的是 我这两个过牌是把我OTK的组件给过到手里面了 现在还差一点费用可以启动 激活来了,这里其实这两个龙有点烦 因为我根本解不掉,所以我觉得探底看一下有没有团本 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团本,也没有看到鳞片 那只能再拿一个探底了 这里我觉得应该是要把费用跳起来 十费滋养就十费滋养 并且要把这个两费的血世 不,三费血世给打出去 因为夏威和我这个手牌是准备启动了 这个启动不是为了斩杀对面 是为了给把这个场解掉 因为我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解场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个人打下来 我觉得这个OTK得它除了这套斩杀组件以外 它还有一点其他的影的方法 比如说它可以叠甲获胜,可以解场获胜 其实就算你这一套3加8加5加8没有给对面打死 这个场面也很少有职业可以给你完全解光 你两个8杠8也还是可以再踢一脚的 就这个场面来说,我说里面没有团本 即便有团本,这场也来不及了 只有打64可以把这个场解干净 所以这里我必须要启动了 直接打,这个我觉得我这里的判断还是挺正确的 自卖自夸,这个没有办法的 就是我觉得打炉石更多的时候还是要变通吧 因为有些局当然你的思路是你要斩杀 但是当你斩杀不掉的时候 你一定要及时的去变通 去选择一些更好打法 像这个场面,如果你还在想了斩杀的话 你可能已经死了,就打不下去了 炉石嘛,活着才有机会 这里剩余的4费,你可以考一跳费 但是我会选择叠甲的 因为毕竟许仙有那么一点点低 而且占一个9-9,8-8,5-5,7-7 这个场面其实这个龙活法很难解 他只有去赌一手开9费的那个大大 但是他现在是一个8费 他想换我一张牌,但结果没有换到 所以这一手的话,我是用另外一种思路 把这边这个法师给按死了 这很多人打游戏不就是为了娱乐一下吗 真的要看冲分,冲排名的玩家很少的 除了主播以外 所以大家玩游戏为了娱乐一下 你真的要看冲分,看主播冲就好了呀 这东西就很简单 所以你只是想玩一下的话 不需要投资很多的呀 对不对 你就,因为这个游戏是怎么玩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去和一套什么牌 我都已经内心非常清楚 我要一个什么牌了 就很有目的性,不是一款新游戏 我们要从领开去摸索 因为我刚玩炉石的时候 也花了很多有的没的的精力 因为你不知道你要打什么呀 是不是 哇,对面是一个红的 那第一,要怕对面脏 第二 就要看崔美能加多少血了 这局有746的 不好说 玩炉石五年 从来没有上游战说 无所谓的呀 我跟你说 不是每个玩家都会觉得 我要上个传说 我要上个分 很多人呢 如果你玩的多一点 他们每个月打到一个转五就过了 特别是现在很多 就天梯更新以后啊 很多人打一个转五就不打了 朋友 大家都是要工作的 哪有人那么多时间一直跟你玩游戏啊 你在搞笑吗 难道大家都没有别的事情做 只有玩游戏吗 普通人每天一天能玩个两小时炉石算真的是算多的了 我跟你讲 一天玩两小时上不了传说的 真的 除非你一直用快功 而且快功很无趣的 玩几局就腻了 这个人的抢血道真的抢得很快 感觉我打错一张 我打错啥了 我每回合打都是最正确打法 你今天心态崩了 为啥呀 其实我这挺想打零片的 好可怕 不出了 万一对面还有一个 746 你加你加 那你不是伏笔吗 这不撞掉一个多加五血 随便你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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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准备 不够也得打 因为很怕被脏 不够这波伤害也必须要打 这么犹豫没有855吗 这有什么理由不855请问 不够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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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我记得最后要是大地之灵 好我们来看这一局 这一局的话 我依旧是一个德无依 那对象呢 是一个死亡骑士 打死亡骑士呢 首先我们还是要确定 它是什么颜色 红色蓝色还是一个绿色 通常现在天梯里面呢 冰DK就蓝色会比较多一点 其次呢是血DK 绿DK呢 我觉得是很少很少有碰到 但是也有碰到过 两倍的话呢 我们这里肯定是开月光的 这里你觉得拿成长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打一个冰DK 因为它已经告诉我 它是冰DK了 我更需要很多的护甲 并且我手里面是有一张跳飞 而且还有一张月光 所以我找到科技的概率 其实是蛮高的 那四飞无庸置疑 肯定是先跳一个飞了 这个四三二是可以过一张自然法术 它可以过成长大地之灵 滋养和八飞那个过牌 所以对我这个对局来说的话 这个在打死它之前 我还是要叠更多的护甲 可以保证我能活下去 对不对 好对面的话稍微先控一控场 把我的怪先砍掉 我武废很着急需要来个节奏 可惜这边来了一个拆分 拆分的话我先把滋养拆了以后 我在月光里面找一张 这样看能不能找到一张古夫 果然呢这个话肯定是先拿古夫的 为什么先要先二杠一拆分呢 这样的话我排库里本来是有两张滋养 现在我拆分掉一张这样我月光开到滋养 感觉比较低一点 因为我不想开滋养了对不对 五它这里是把一个法力复原给交了 那么看来它是想打我一顿伤害哦 出了一个255 这个我发现也是美孚这段时间 冰DK的一个新的构筑 它带入了这张二费5-5这张牌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手 这一手我的选择是变古夫 当然你可以选择打1加一个5打滋养 但是我觉得这个场面其实场功不算很高 所以我想抓紧这个时间 先把古夫打出去 然后把那个144下了以后 下回合我有更加好的一个操作空间 这个两费5-5本来是牧师先带的 它是个亡民嘛 就是那个便便牧先带了 后来这段时间像冰DK这种职业 也选择带了它 因为毕竟两费踹脚五血还蛮疼的 我们先探了底下看一眼 那肯定是把第二费你再捞了 再看一眼 不行我们就捞那个七费6-6 哇我两个七在下面 我不能接受啊 这里这个探底真的让我非常的绝望 那我们先打一个并且解一个 对面只有四张牌 我希望对面法术不多 先拿都是牌 那就有点尴尬了 把费先跳起来吧 这一激活就不用省了 很多时候我打这个德鲁伊 会留激活的点是在于 我如果没有古夫的情况下 我可以靠同居激活877来启动 但有古夫的话 这个激活就是不太有必要去留它了 对面要直接先耍一点伤害了 一张打四 两张打四 我去直接死了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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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它打了一波伤害 但是我并没有死 这里的话我觉得下团本我很容易死 所以我选择先把滋养打了 本来是想说抽三张了 但是我想回甲最大化 最终我选择的是两倍回甲 和贴个大地之灵 这样是甲回的最多的 而且如果它不管我这个7的话 我还能再回一轮甲 所以这样打的话 我感觉可能稍微好一点点 如果你打团本的话 就一定要把这个7送掉 这样的话你能再回6甲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对面两张7费的那个打5 控场还没有交 所以团本我不太想交 因为交了以后我就解不了那个7费5-5了 我不能让对面这个怪再提我的脸了 就那个5公 好对面这边继续找 给我压力真的很大 对面找了一张这个 这个其实也满腾的 这个直接又打了我10点伤害啊 但这里的话我应该只能叫团本了 好在我交了个两费叠甲 所以这里我开始的时候还能再叠4甲 那么现在我是11血 我3加8已经来了 我再抽一张看有没有大地之灵 我没有找到贴片 那这里必须要叫这个团本来结场了 它的怪已经不可能再提到我的脸了 从这回合开始 那就把它的怪先解掉 对面其实11血是蛮容易会死的 对面两张7费质量都还没有交 但是我也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而且还名牌让对面过两张冰霜法术 这里面很有可能会有伤害 但对面好像低费伤害交的差不多了 可能就是那个7费打5了这些 3费打4 还有一张 那对面应该只剩两张7费打5了 加上对面还要找过伤害 所以这个冰DK其实很多时候 它的额外伤害真的是非常多的 这里一手的话 你可以考虑觉得变古夫 但是我觉得最稳打法是3加8 这个时候没有比这16甲更来得让人扎实了 所以我选了3加8 而且厂上我有个怪 我可以剪它厂的 并且我在交了铜虚以后 对面也一定会处理我铜虚 因为对面也会担心我手里面有那个血势 下一个后直接给它秒了 对不对 果然 这个铜虚又帮我额外的回了8甲 又帮我回了这个无血 所以是血赚了 铃片来了 那这里的话肯定是把铃片打了 可以保证一个团本 并且把这个厂先解了 这里你打八过牌也可以 我觉得古夫可能更稳 因为毕竟古夫还有这5甲 过了一张成长 那不是很好 那这里跳一个费 因为多两费 那这样的话可能有一点点费用上的伏笔 如果我先跳费 再古夫再跳费的话 但如果能过到一个大地之灵就很好了 又有一个 这个牌其实很厉害 调料 这是啥 那这里的话 我们继续开第二个领片 为了要保炒 免疫先把这个8撞掉 我们这个3是要剪的 7公先串脸 怕被它带走了 这里要稍微细一点 我们先去过牌 多占一点怪 多占一点频率 它打我们的脸 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对不对 贴皮第二个也来了 回甲也来了 好的 我们把这个再出了 再去换它 打的还算比较细一点 这里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贴这大地之灵了 因为这个血量已经比较安全了 它还减到这个厂了 它还有一个7费打5 我再控我一回合 仅此而已 你打吧 好的 打到这里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德鲁伊 已经拿下了 因为冰体K 已经没有任何的质量了 而且你看 我直接抽到一个血式 所以这边直接斩了 很多时候呢 我打这个牌 也会陷入到一个固定的思维 我一定要同虚血式 然后打64 但是很多时候 你看下这个血线 这个是打16就已经够了 对不对 我还要再贴个脚 38甲 零三血 显胜 主播素质真差 比较好 软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